人的性格有很多种 就拿我来说 从小就不喜欢热闹 不喜欢说话 也不喜欢往人多的地方去 对于那个时期的我 宅在家里看漫画 或者是玩游戏 才是最好的休闲方式 可是人生总是在不停地发生改变 99年的时候 我开了一个店 专门卖各种键盘 鼠标 光碟包 手柄 游戏和软件等等 基本上跟电脑沾边的东西 我都会去做 既然开店了 那就不可避免地要跟人接触 于是每天早上洗完脸 刷完牙之后 我都会对着镜子握一握拳头 告诉自己 改变是必须的事情 去吧 帅哥 你很强的 大声说话 我的适应能力还算比较强 再加上不喜欢说话 不代表不会说话 在日复一日的与顾客的交流当中 我努力地锻炼自己的口才和交流技巧 人也变得稍微事故 圆滑了一点 就这样做了几年生意 到了2002年的时候 发生了两件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是我恋爱了 恋爱的对象呢 是一个在烧烤聚餐时候 认识的女孩 叫桃子 很文静内向 除了个子不高之外 其他都比较符合我的审美标准 于是呢 我们陷入了热恋 啊对不起 热恋这个词啊 好像是不准确的 应该叫冷恋 我们俩都是话特别少的那种人 在一起的时候 时常会陷入无话可说的境地 非常尴尬 第二件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的事情 就是我开始做批发了 随着渠道越来越广 店里的品种也越来越多 批发就成了我那个阶段的发展目标 我租了一个小仓库 进了很多的货 开始努力的推销出去 当年向实体店推销东西啊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自己过去一趟 发个报价单 然后跟老板聊聊 于是在那段时间里边 我跑遍了全南通 以及附近六个县市 只要看到某个店里销售的产品 似乎是跟电脑沾点编的 就进去逛一逛 甚至一些杂货店 我也会进去发个单子聊两句 看看有没有可能成为我的客户 秦老板就是一个开杂货店的 他的杂货店 位于我们城市郊区的一个小学门口 卖水 零食 以及小玩具什么的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就对我的产品 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 很快就清理了一个小柜子 进了一些基础款的键盘鼠标 又在我的推荐下 拿了一些热门的游戏 开始做做看 他的店里有一个小姑娘 每次我去的时候 总是看到他拿着本学校里的书 似乎是在温习功课 小姑娘为人很好 温和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 经常是一边清点货物 一边跟我聊聊 随着一趟一趟的送货 我们俩也逐渐熟络起来 小姑娘名字里边有一个娜字 我们都是喊他小娜 小娜是秦老板的远房亲戚 在南通上学 因为家境比较差 她只要是休息 或者是节假日 就会在秦老板的店里边 帮忙打工 赚点学费 跟桃子一样 这也是一个内向的女孩 看人的眼神都是确确的 说话的声音也很低 给我的感觉是性格很温和善良 最关键的是 居然和我还挺聊得来的 于是我和一帮朋友 出去烧烤或者是郊游 经常也会喊上她一起去 那是一个特别单纯的时期 大家在一起嘻嘻打闹开玩笑 完全没有什么别的心思 现在回想起来也是特别的开心 就这样又过了一两年 某一天 小娜突然来找我 哥我毕业了 然后我自己找了一个小门店 准备开一家跟你一样的店 我要拿些货 小娜的话并没有令我很惊讶 她在秦老板的店里坐了那么久 又经常跟我们在一起玩 所谓耳如目染 开店对于她来说 肯定是一个特别优先级的选择 想必这几年在她的心里 已经盘算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作为好朋友 我当然是尽一切可能的去帮助她 我知道她没有钱 告诉她先不要及时给钱 先把货扑了再说 然后精选了一堆的东西 运到她的店里 让她先卖着 觉得好卖的就留下来 不好卖的过一段时间再还给我呗 她的小店离我的老家不远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自己去买房子 都是在老家里面跟爸妈一起住 小娜有的时候要点货 我就先把货带回家 中午吃好饭之后 再送到她的店里去 送完货之后 只要她的店里不忙 我们就坐在电脑前面 天南地北的聊一会儿 我是一个不怎么喜欢说话的人 但是每一次跟小娜在一起的时候 似乎就像是打开了话匣子 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小娜无论是说话的声音 方式还是频率 都跟我非常合拍 这是一种很难言语的感觉 我无法用过多的言语去形容 相信大家也都明白 每一个人的身边 总会有那么几个 让你觉得特别舒心 可以让脑电波完全放松去交流的朋友 而对于我来说 小娜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有的时候她也会向我请教一些游戏和电脑上的问题 每到这会儿我都是超开心的 可以炫耀一下自己的知识 也可以跟她多聊一会儿 而模拟器这个东西 它是分的 不同的模拟器对应不同的游戏 比如妈咪模拟器 它里边有街机有家用机 但是我们一般平时都是用它来玩街机的 街机游戏它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实际上不同的公司都是用不同的机版 你知道吧 而且就算是同一家公司的游戏 机版有时候也会不一样的 比如这个卡普空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公司了 90年代 他们被叫做 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新兴的商业区里边 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店面房 这套房子一共有三层 外加一个车库 上面的三层我都是租给别人在用 自己当收租工 下面的车库则是闲着 我就把游戏和软件堆在里边 把它变成了一个批发用的仓库 小娜经常跟着我一道 去这个车库里边拿货 因为老家和她的店靠得近 我一般都是吃完晚饭 骑车带她过去拿 拿完之后再送她回店里 这个是我非常乐意做的事情 小娜店里只有她一个人 没有员工 所以一般都是晚上七点之后 等她打烊了 然后跟我一道去拿 某天我们正在仓库里边的时候 突然停电了 当时那个商业区刚落成 很多的设备还不完善 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里边经常停电 所以我准备了一个大电筒 一旦停电还能够应个急 哦呦又停电了 真麻烦 没关系 再救一下吧 这电筒还蛮亮的 够用了 感觉我也快拿完了 嗯 那个有没有 在普特拉战机啊 有不客在问 哦好像有的 我帮你一起找找 人生中总有一些难忘的场景 当两只手碰到一起的那一刻 我们就像是遭到了石化攻击一样 两个人都定格了几秒钟 我没有把手抽离 她也没有 小娜握住了我的手 人也往我这边靠了靠 在那一瞬间 无数的念头从脑袋瓜子里边闪过 我很确定小娜是我喜欢的类型 她内向温和又努力 1米68的身高跟我也很般配 最关键的是两个人之间合拍 我们毫无疑问呢 是处在同一个频率上的人 之所以此前 大家一直没有把这份爱意表白出来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和桃子那个时候呢 已经恋爱快两年了 她脾气不太好 生活习惯跟我也不太一样 磨合了将近两年 还是磕磕绊绊 时不时就会发生争吵和冷战 所以每次跟小娜天南地北闲聊的时候 我总是会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 既开心又痛苦又迷惘 摆在我眼前的问题呢 其实很简单 要不要开始新恋情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 其实很复杂的问题 我跟桃子在一起 已经将近两年了 无论是我爸妈 还是桃子爸妈 都觉得我们俩多半会是在一起了 也就是所谓的谈成了 关键是桃子不好对付呀 我如果提出分手的话呢 估计会迎来她狂风暴雨般的怒火 以及各种未知的危险 我刚认识桃子的那一年 冬天特别冷 她每天傍晚都会坐在我的车子后面 瑟瑟发抖 寒风冻死我 明天就坐窝 哥哥 你会照顾好我的吧 她当时呢 经常说这一句很恶心的台词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看来的 但是呢 每一次只要跟她发生争吵 或者是内心有什么别的想法的时候 我总是会不自觉地想起她的这句话 此刻这一幕啊 又从脑海中跳了出来 就仿佛桃子站在我面前一样 我和小娜的寺怎么办 怎么办 凉拌 哦好好好 凉拌凉拌 人的大脑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上面的种种想法 只是发生在一瞬间而已 大概两秒 也许三秒 然后我松开了手 哦 我想起来了 塞浦特拉战记好像批完了 过两天还会到的 到时候我帮你送到你店里来吧 小娜没有说话 也不需要说话 从我抽离的手中 她就读懂了我的选择 如今有一种说法 大意是说人的情绪啊 是会散发在空中 然后感染周围人的 那一天 我就真切地感受到了小娜的情绪 那是一种极度的失望 失落 悲伤 落寞 怎么形容多好 她开始默默地整理自己已经拿好的货物 也不说话 气氛一下子变得极其地尴尬 我也只能快速地替她清点完货物 然后送她回店里 不觉得你店里的啊 早点回家 明天再来整理吧 嗯 几天后塞浦特拉战记到货 我替她送了过去 小娜已经恢复了正常 还是面带笑容的 用温和的口气跟我聊了一会儿 但眼神中的那一股落寞 还是不由自主地流露了出来 如果说之前和她聊天的时候 是发自内心的欢快 那么如今的气氛呢 就变得稍微有点尴尬 这件事情之后呢 小娜偶尔还是会跟我们一起 出去烧烤出去玩 但是次数却少了很多 玩的时候她的话也少了很多 这种改变啊 让我身边的一帮朋友 逐渐的都不太想喊她了 还是那句话 一个人的情绪低落啊 是会影响到周围人心情的 我一度以为我们之间的关系 肯定是回不去了 这是一件悲伤又无奈的事情 不过06年的时候啊 小娜还是谈了一个男朋友 某一天过来拿货的时候 她带着她的男朋友一起来了 这也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子 除了皮肤比我稍微黑一点之外 第一眼看上去的感觉啊 还真挺像的 唉 我当时一声叹息啊 看来我果然是小娜喜欢的类型啊 自从她有了男朋友之后呢 大家的关系很快又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 我们又经常出去玩 有的时候呢 四个人还约好了开车自驾游 当年的那些往事啊 都被我们藏在了心底的最深处 我不知道小娜怎么看待这些往事 但是对于我来说 两只手握在一起的那一刻 是生命中最最难忘的记忆之一 在此后的很多年当中 不断地从脑海中跳出来 有温馨 有感动 有悲伤 有回味 更多的是无限遗憾 因为我们俩有缘无分 小娜结婚很晚 一直到一二年的时候才结婚 她当初那个瘦瘦的男友 都开始充年发福了 特别好笑 更好笑的是啊 我跟她的老公居然成了死党 她老公也是一个超级吃货 在我没有通风之前 每次都要喊我出去大吃大喝 哦 原来你们之间还有这段往事 你后悔这个选择吗 哦 不后悔 哎 不要打声啊 我都已经说了 不后悔了吗 不后悔 这个事情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你到底还有多少往事 没有告诉我 啊 吓 不后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